Hello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我是主播迷妹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冒险科幻片《被时间遗忘的土地》 一艘英国的大船在海上航行 德国的潜水艇对他们发射鱼雷,成功轰炸 英国船只被击沉,船上幸存的人聚集在一起 突然他们看到了不远处的一艘潜水艇整的上浮 很有可能是击沉他们的那艘 英国人泰勒写出了德国船长,要船长向西开到英国港口 但船长却在罗盘上动了手脚,让他们一直向南航行了六天 德国的补给船就在眼前,泰勒却发射两颗玉雷炸毁了他 他们只剩下一星期的燃料和食物,只能继续向南航行看看能够到达哪里 他们突然看到了远处的一座冰山 船长在书里看到过关于这里的描述 从前有一个航海家发现了这个新大陆 没有海岸和港口,船只无法停抗 他没有看到任何生命活动的迹象,就离开了 船长坚信这就是那个新大陆 被遗忘了近两百年的地方 他们在冰山下发现了一条地下河入口 利用潜水艇的特性,成功地进入了这个新世界 他们刚准备登陆就被恐龙袭击了 一个船员直接被咬死,经过一番枪战 恐龙成为了他们的晚餐 他们决定在这里忘却国籍,一同为生存而努力 只要收集到足够的燃料和食物 他们就开往美国的中立港口,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第二天他们登陆了小岛 在这里发现了能够饮用的水源 突然原始人冲出来袭击了他们 他们成功俘虏了一个原始人 并在他的指引下找到了石油 还在这里看到了两只恐龙打架 正常人这个时候都应该吓跑了吧 我猜他们可能又想吃肉了 没错,他们就是想吃肉了 他们用潜水艇上的武器炸死了恐龙 建造了一些简易的房子 利用装置提炼石油 还曾水里发现岛上的生物规律 本来一直和他们在一起的原始人 接收到了同类的指引离开了 似乎是像他之前所说的 他即将向更高级的人为进化 第二天泰勒带着自己的人去打猎 他们只需要这一次的猎物就可以坐船回家了 但却在路上遇到了很多原始人 原始人埋伏他们 干掉了泰勒的队友 抓走了他的老婆 此时火山即将爆发 泰勒的主角光环 让他毫发无伤的在火山喷发中救回了老婆 另一边的船长等人正在焦急的等待泰勒的归来 一个船员说陆地上不安全 让船长带大家回船上等泰勒 船长同意了 没想到船员擅自开船 抛下了赶回来的泰勒在岛上 船长出来阻止 却被船员一枪打死 但他没想到的是 河流此刻充满了岩浆 他们下潜之后根本没有办法呼吸 整艘船的人都被永远的留在了那座新大陆的海底 泰勒则带着老婆一路向北 探索这个岛上更多的秘密 这部七五年的电影在特效方面还是有所欠缺的 无法获得世界上的刺激 有老电影情怀的话不妨一看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赞关注转发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保护恐龙哦 科幻战舰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电影 下期见啦